現在法官排期在4月11日至29日十多天的審訊日期 大家後面雙方都同意大約是15天左右審訊 但到時在審訊過程裏面可能15天都搞不定的 那就再退休 因為我申請永久終止聆訊 法官排期在4月11日第一天先聽永久終止聆訊 如果裁決了永久終止聆訊後面的審訊就不用了 在這段期間我準備永久終止聆訊的理據文件 按照法庭司法實務指示 我們就照這個程序安排提交文件各樣 4月11日那一天是終始永久聆訊的聆訊日 然後接著才是那個案件的證審 當初我們不同意這個安排 因為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會覺得那一天是很兒戲的 這一天基本上可能不由就決定了 很快而已 然後就審下去 那就證審了 我們希望中間有些時間給我們安排一下 譬如我舉個例子 譬如你安排了一些證人 法庭又出了全票證審的 但是那個永久聆訊取消這個審訊 可以這個法律程序 那些證人就是什麼呢 還有他們要出門 假期各樣很複雜的 這是第一部份 法官做了這個裁決 就是4月11日至4月29日 第二個部份就是有關辯方的證人 那我今天就給了一份70人的名單 就是這個要法庭出全票的名單給法官 但是法庭就要求我們 就是你篩選一下 再問一下一些人 那現在我出現一個困難就是 在立法會那部份那些議員 我發了信給他們沒有一個採理 有些採理口頭就說 那你讓你法庭出全票吧 那法庭就說 喂 我不出來全票住 你要申請 接著要先拿立法會的許可 因為根據權利及特權條例 立法會議員 立法會主席來作證 那他是要有一個 就是要拿一個許可的 那當然這個許可呢 就是法庭 就是要我們去拿 那按照這個權利及特權條例 那我們去拿這個許可 那現在出現一個問題就是 空方去找立法會拿證人的時候 立法會主席很快就批了給他了 我問過立法會主席的時候 他就叫我去法庭拿全票 那現在法庭就叫我 我問你跟他先說 又先再來拿全票 這個是我現在最大的困擾 OK 所以我今天會把法庭這個妄法 就說給曾奧成主席 請不要玩我了 OK 是吧 所以我認為這個是一個不公平的審訊 是吧 比如我剛才舉這些例子就知道 在預審都要搞三天 接著我現在申請這個永久終始寧訊 有遭遇這樣的困難 我會用一個理據就是 這個不是一個公平的審訊 所以我們要求用此寧訊 這個不是永久 不是一個所謂fair trial 公平審訊的理據 在哪裏呢 就是這個溪體最大 六八九 是吧 基本法 講他的獻制地位 和現在有些人說那個有爭議的 那法庭他都不用給面子的 那萬一他上來作供 給假口供那怎麼辦 或者不誠實作供 或者講點不講點 那法官就催他不講 假如他藐視法庭 我是行政長官 那法官爬底怎麼辦 這個是舉例而已 是吧 所以我們在法律上 就會有些理據 就在法庭上面 就申訊 然後讓法官和控封去回應 那這個是一個司法的程序來的 我們都按照這個司法程序去做的 那我始終覺得 這個是一個不公平審訊 現在找律師 都沒有人敢跟我打官司 拘捉我自便 是吧 誰敢打這宗官司 不怕這六八九七號選將 是吧 是吧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是吧 所以這個對我來說 都是一個漫長的鬥爭來的 那 沒有辦法啦 香港出了這個六八九 那這些鬥爭 那這些鬥爭 都要有心理準備的 那現在就在司法上 要跟他鬥爭 我們希望大家繼續努力 反這個網絡有三條 感謝大家